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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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西 我明天可能会晚一点到公司 你把所有的预约都安排到下午啊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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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真不大姐 谢谢你 你怎么还不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怎么在这儿 我 我们俩都没 没 没有 你想什么美事呢 昨天晚上你都喝成那样了 你酒量也不行啊 昨天去医院的事 你有印象吗 你不能喝你早说呀 干吗那么拼啊 你 把 我拖回来了 是啊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把你弄上来的 谢谢 你手机没电了 然后我家又没有同样型号的充电器 你先把衣服穿上吧 然后 我去给你弄点早餐 那 不行 我得回去了 喜欢早餐再走 对了 那个衣服 你的那个外套 有点脏 我帮你清理了一下 放到洗手间了 好 好 我可以给你自己做了 好 我这儿子 没有收脉了 我拿来 你什么 有点 我拿一张 你什么 你干什么 吃完早饭 我跟你去你爸家 去我爸家干吗 你不说咱们什么都没发生吗 你是酒还没醒吗 咱不是说好了 要做股票转让的吗 对啊 我忘了 忘了 琳达姑娘 这次谢谢你啊 伯父 我叫琳达 LINDA 我还不是琳达姑娘 我这我这 不好意思啊 琳达 这次谢谢你 你真是帮了大忙 您千万别客气 我跟挣钱呢 我们是好朋友 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谢谢 谢谢 喝水 好了 好了 请 谢谢 伯父 那等明天股市开市 我就让秘书把钱给你购过来 不着急 不着急 那个 钱你就直接打到挣钱的卡里 就行了 你们年轻人什么 网上银行那些东西 你们懂 你们明白 那行吧 我收到钱了 我就告诉你 好 好 好 那伯父 我公司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晚上留下来一起吃个饭嘛 不行伯父 我 我真的有事情 好 好 好 挣钱呢 改天你带着琳达小姐呢 到家里来 尝尝我的手艺 好 好 那伯父下次会有时间 再来看一看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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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我一下 送我一下 好 你回来 那我送你 不用了 我坐地铁吧 也不顺利 那我下午去白日梦接你吧 然后我送你去腾达 我还得去腾达开会 没事 我坐地铁吧 不用你送 别跟我那么客气 走了 咱们老百姓啊 今儿个真高兴啊 我的天呀 希希 你一晚上都没睡啊 看你脸色差的 你可送我回来了 你这一晚上到底去哪儿了 你知不知道我多担心你啊 我 我有点累 我先请你睡一会儿 挣钱 你不过来 你只要为何要 看你 你都要回来 我我家去 你却不过来 你都要回来 我家去 我家书儿 还去 我家书儿 你还去 你还去 你都要走 我家书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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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困 你知不知道我昨天晚上等你一晚上 你还没有告诉我 你昨天晚上到底去哪儿了 我一个大男人 又不会让你慢 放心啊 那你说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手机也关机 昨天不是陪客户吗 然后喝多了 我就断片了 断片了 断片以后去哪儿了 郑芊 你这段时间一直在忙 你到底在忙什么呀 欣欣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真的什么都没干 昨天喝多了 断片了 大家都不知道我住哪儿 然后琳达就带我回家了 我在汤汤住了一晚上 不 不过什么都没有发生啊 你在琳达家住了一晚 还什么都没发生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还喝醉了酒 你告诉我什么都没发生 你在信吗 我说的都是真的 把手机给我 手机现在没电 对 对 你最好别让我查出点什么 密码 没有密码 怎么样 是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呢 我不信 你赶紧把聊天记录给删了 把衣服脱了 脱 你脱了 你脱了 我脱了 我自己脱 快脱 快脱 怎么样 我没问题吗 没问题吗 怎么样 还过来没有 我一过去找你吧 别关心你 这 这就是普通的问候 普通问候 我平时每天都问候你 怎么不见你那么上心呢 郑芊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理这个琳达了 她是要送我去腾达谈工作 去腾达 去腾达干吗 欣欣你最近是怎么了 怎么老问我这么多问题啊 我不管 你以后不许理她了 欣欣你能不能不要再任性了 我任性 你都跟人家外面过夜了 你还说我任性 你要我怎样啊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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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到底干吗呢 还要你我们可能都听见了 她走了 我没追上了 昨天晚上喝段篇了 但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 欣欣 欣欣 不是我说你的 男人对待爱情要专一 不能三心二意 不是你说什么呢 谁三心二意了 行行行 算我说错话了啊 你没三千二一 喂 喂 挣钱 我跟你商量个事 一会儿我接上你之后 可不可以你来开车 因为我昨天晚上 真的没有休息好 我怕疲劳驾驶 会出状况 行 那就这么定了 嗯 秦磊 今天周末也不早点下班 你瞧瞧 我都过糊涂了 周末 行 我先回去 有事不让我给你打电话 好 我回去也没什么事 跟我一样 这程鑫啊 总不回家 你是我一个人在家冷冷停心的 还不如在办公室待着呢 还不如在办公室待着呢 怎么了 你都自己生活了这么多年 怎么不找一个合适的再组家庭呢 一会儿有人照顾你啊 一会儿有人照顾你啊 你以为我不想啊 可是这公司里这么多的事 我哪有这经历啊 一会儿再说 好 我出去了 给我试试 找我 走 那今天开这个会呢 主要是来讨论一下 白酒的广告拍摄方案 我也给二位介绍一下 这位呢 是挣钱 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白日盟的主要负责人 那我就先说一下 好 然后呢 我大概说一下 之前我们的状况 然后好让你们了解 之前呢 这个老板 他在一次无意之间 得到了一批尽口的高粮 挣钱 你在做什么 然后我原来你比较大 所以难道自己成为一个酒厂 酒厂慢慢慢慢 建设的过程中呢 慢慢的也有点规模 所以难道讲浩子 浩子浩子 挣钱市区开会了吗 浩子浩子 挣钱市区开会了吗 是啊 和谁开会你知道吗 是不是有那什么琳达 那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她倒是接了一个琳达的电话 然后就出去 挣钱是真的出去开会去了 你别疑神疑鬼的 哪一样都离不开喝酒 那亲情呢 父母老人 是吧 孝亲父母 不好意思啊 我出去接个电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抱歉 我们先休息五分钟 喂 你是不是跟那个领导在一起 没有我跟你说了没有 你能不能别闹了 好 咱们继续 好 那我们继续 那由于时间比较紧 这次也很紧张 那我们今天 就把所有的拍摄细节 全部再对一遍 具体的宣传方案 我跟我的工作人员 在私下里面敲定 明天确保做到万无一失 程叔叔 喂 你怎么来了 家人啊 今天有时间吗 要有空的话 咱们一块吃个饭 我想跟你聊聊天 程叔叔 你是找我有什么事吗 哎呀 事呢 是有点小事 若是方便的话呢 咱们边吃边聊 可是我今天晚上有事情 您看明天行吗 行啊 那就明天 程叔叔 我能问一下 是关于什么事情吗 是澄清的事 那行 没问题的 那行 那明天我来接你 行 明天见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走 还在忙呢 还在忙呢 其他人呢 都在自己房间 我今天累死了 一年去了两个酒店体验 本来下午还要再去两个呢 我好不容易逃出来 你还在说我气啊 你还在说我气啊 别说我气了好不好 你能不能别总在我工作的时候打扰我 我今天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以为您又去找那个领导吗 反正就是不相信我 那你就是很可疑嘛 那天跟他在一起一整晚 别帮我回顾了 我现在真的很忙 我想安静地工作一下行不行 行 你忙吧 你忙吧 陈欣 陈大小姐 这怎么了 心里有事啊 你忙吧 就你这张脸 你觉得你能藏得住事吗 怎么了 说说吧 谁又惹你了 挣钱 那就应该是 琳达 ��皮疗 蛙 你说这男人一天到晚脑子里 都装的什么东西啊 说这男人是尘身骨子里 就有那种脚踏两条传的基因 人和人可不一样啊 不能一遍而论 你怎么 怀疑挣钱出轨了 不可能吧 什么不会啊 他一晚上都没回来 还跟那女的 算了 你提我的水器 小孩脾气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没说清楚 什么误会啊 哪儿那么多误会啊 这别人我可就不清楚了 这如果 我是挣钱 你是我女朋友 那我肯定会把所有的好东西 都给你 可惜啊 我跟挣钱是闹了矛盾 可是我们永远不会费事 你想没想过一个事情 挣钱是一个事业型的男人 那琳达呢 正好是一个事业型的女人 这两个人搞不好 会互相吸引的 你不吓我 你不吓我 吓我 逗你玩呢 那个琳达 漂亮吗 瑞瑶 漂亮 那 跟我比呢 比你漂亮 比你漂亮 我们是不可能的 你们两个是不一样的美 小女人 你会不会哄人啊你 你当着我的面 不是应该说我更美的吗 你最美 全世界你最美就你最漂亮 漂亮不得了 是 同意 嗯 好 灰山酒品味人参 导演 您看行吗 我觉得特别棒 一会儿就这么演啊 导演 你们这装的都是矿泉水 眼前没什么感觉 您 您看您什么时候 来点真的啊 工作的时候 不能喝针酒 万一喝醉了呢 是不是 不负质疑吧 大家先休息一下啊 准备失败 老郑 你随便找个设想要不行了吗 你吹拉我来干吗 我现在没心情工作 我是为了让你出来转一转 你每天待工作室里 人都别腿了 而且你好好工作吧 注意力分散了 你也不会这么痛苦了 打个招呼 打个招呼 走 导演 这是咱们今天摄像 也是我哥们 新人 您多照顾一下 行了 你介好的人 肯定没问题 咱让这兄弟赶紧就位吧 准备开始 我跟他说两句吧 好 酒还没醒 行啊 那才多少酒啊 你今天一定得好好表现啊 千万别给工作室丢脸 你会信管赵来干吗 回去 不是 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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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跟你讲一下 这机会啥的都已经固定好了 紧别也不用变 你一会儿就要喊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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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啰嗦了 知道了 大爷 我们这儿好了 好嘞 好嘞 来啊 来 各拨准备 开始 来来来 小冯总请大家喝饮料了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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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他是谁啊 我女朋友 来看你班呀 别生气了 我没生气了 但你别闹了 不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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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我不坐 我就蹲蹲 坐 怎么样啊 行不行啊 失恋了 没状态 来 领水了 领水了 来来来 大家领水啊 来 轻脸下手 没轻没重 干吗呀你 你今天鬼上身似的 加油啊 谢了 您就是 城市集团的千金吧 长得可真漂亮啊 谢谢 大家准备一下 准备开始拍了 来 准备一下 开始 很好啊 很好 镜头跟上 跟上啊 镜头跟上啊 你怎么回事 对不起啊 我刚才走神了 剧组花钱 就是为让你来走神的嘛 快检查一下 摔坏了没有 不好意思啊 要是摔坏的话 我赔 你拿什么赔呀 你知道一个镜头多少钱吗 还能赔吗 怎么回事啊 好 咱们 还能拍出去呢 不就是不行了 那个 指编人 咱们今天拍不了了 怎么办呀 我 这是是不是 冻结婚子 最后没赔坏了 你都有手 你还没赔坏了 对不起呀 你还要赔坏了 那么你也不能赔坏了 你还能赔坏了 先赔坏了 你已经赔坏了 你还没赔坏了 你还没赔坏了 你还能赔坏了 你还要赔坏了 你还无论了 你还能赔坏了 我还没赔坏了 你还没赔坏了 我还没赔坏了 这次设备的损失就由我们工作室来承担 至于进度的话 我回去再跟现场好好协调一下 抓紧拍摄 争取把影响降到最小 我听现场的工作人员跟我讲 这个孔昊自从进入现场开始 就状态一直不好 你作为现场的总负责人 应该很快发现这个问题 并且解决才对啊 是我的责任 孔昊她最近有点私人原因 所以情绪不太稳定 我回去一定好好跟她沟通 绝对不让她再影响工作了 你的意思是 你还继续打算用她 您的意思是 这个项目不能让她参与了 这个项目不让她参与呢 以后的项目她也别参与了 我没办法跟这种工作不专业的人 在一起合作 这个恐怕不行 为什么 我们工作室成立之初 就是三个核心成员 所有的项目 这三个核心成员都必须在 这个项目上 孔昊在 工作室就在 如果孔昊一定得走的话 那咱们工作室也只能退出了 我先接个电话 喂 喂 楚总 好的好的 谢谢楚总 老赵 什么事 楚云飞说 浩子可以继续和我们一起工作 真的吗 太好了 是不是你跟楚总距离力争 她楚云飞就乖乖听话了 反正只要你能跟我们一起继续工作 也别管她因为什么原因妥协了 不过你这次一定要好好表现 嗯 佳佳 今天啊 真是要谢谢你 今天跟你聊了这么一会儿 让我对欣欣身上存在的问题 有了新的看法 哪儿啊 陈叔叔 今天您请我吃了一顿大餐 我应该谢谢您才得 还有 没有 以后你要对欣欣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尽管来问我 毕竟我们是同龄人吧 我更了解她一些 嗯 但我声明啊 我是绝对不会做间谍的 做错也无妨 行了 那我先上去了 行 陈叔叔你回去路上注意安全哦 好嘞 再见 嗯 拜拜 嗯 要玩些什么 是吧 谢谢大叔 谢谢大叔 大叔好帅啊 对啊 大叔 来 想起来了 您怎么知道我住在这一层啊 刚刚你这部电梯啊是停在七层 我也想你一桌住这个楼面 佳佳 嗯 我说你们这个环境可真是有点差呀 那当然跟你的豪宅没办法比啊 不过这以前环境还是可以的 可能是最近换了物业公司 所以这个管理确实没有以前好了 嗯 那行吧 不早了 你早点休息 再见 嗯 好 我发现你 现在口味变化还挺大的 以前来这儿就喝固定那几样 现在倒好 什么都点了 那你总得尝试新的吧 而且呢 你得对得起甜品设计的心 这点我保留意见 我还是比较喜欢以前的味道 以前那些饮品早没了 再说了 你在国外待这些年 什么东西没喝过 以前的味道呢 还是怀念中的味道 你万一哪天真喝到了 你发现变味了 你这不是影响心情吗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成心 嗯 我觉得咱们俩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 就从最普通的那种朋友做起 怎么样 咱们本来就不仅仅是朋友啊 哪儿啊 咱还是合作伙伴呀 你看啊 咱这次工作室的这片子 要是没有你们公司 你这些设备 还有你这些技术 咱根本不可能拍成这样子 合作伙伴现在想邀请你去 参加一个酒会 怎么样 不是吃饭吗 怎么变酒会啊 你看你 怎么我邀请你参加个酒会 弄得跟执行合同条款似的呀 没有 我是怕 你像合同条款的样约束我 你知道我在拉 我就不喜欢被约束码 我喜欢自由你 我能不知道吗 所以我现在郑重地邀请你 跟我去参加一个行业内巨头 才能参加的酒会 你可以借这次机会 给白日梦拉点高端客户 怎么样 小祖子 答应了吧 考虑考虑 小祖子 姚小姐 程总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说是有一样东西要给你看 程叔叔 那他没来吗 程总已经在那儿等着了 请上车吧 行 对 没事 你呢 是啊啊 你好 你呢 非常好 还好 啊 自己呢 我这有点 那天啊 我这儿 不是 好 咱们 啊 我这儿了 你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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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谢谢啊 对对对 放那儿 来 这是放这儿 放这儿 贴紧一点 贴紧一点 好 谢谢啊 这 陈叔叔 佳人 这儿 喜欢吗 你 你这是 我帮你租的公寓呀 你帮我租公寓 不行啊 陈叔叔 这样特别特别不好 我怎么可以接受你这么贵重的馈赠呢 不行 行行行 来 你先坐下 来 佳人啊 这哪是什么贵重的馈赠啊 哎呀 我只是看你这么一个优秀的女孩子 这么去努力 这么要上进 我觉得很不容易 所以呢 我就想帮帮你而已 哎 对了 这房子我一年的房租都交了 你不用担心 可是陈叔叔 我不能不明不白地花你的钱 是不是 哎呀 什么钱不钱的事 哎 对了 你不是之前跟我说过 你打算去演艺圈发展吗 那就等你挣了钱以后 再还我不就接了吗 可陈叔叔 万一我挣不着这个钱还你怎么办啊 佳人 你放心吧 你是我们家欣欣最好的朋友 你这个忙我必须要帮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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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番好意 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行吗 不是 叔叔 真因为我是欣欣最好的朋友 所以我不能无缘无故地接受你 行吧 这事就这么定了 那行吧 可是我一定会想办法真情还你的 要不这样吧 陈叔叔 我今天先请你喝饮料好不好 喝饮料 味道不错 真的吗 我看你平常应该很少来这儿吧 你想想我工作有多忙 哪有时间啊 再说了 欣欣啊 她从来不带我出来玩 不是你说欣欣怎么找到这么一个愣头群 欣欣和郑田是真心相爱的 我劝你们做父母的 还是不要盲目反对比较好 不然她俩得多为难啊 我问你啊 现在的小孩子 知道什么是真心 什么是假意啊 你说这小子 能给她带来稳定的生活吗 我算是听明白了 你现在的担心啊 无非就是觉得她俩的经济基础不够稳定呗 可是这个物质方面 是可以通过努力来得到的呀 况且 我觉得女孩子最重要的 还是要找一个真心对她好的人 我觉得挣钱 就一定会对欣欣好的 我看你呀 还是应该多给她们俩一点时间 貌似有点道理 再说了 我这个人毛病多 脾气大 以后 我这个七星啊 要注意方式方法 这就对了嘛 陈叔叔我到了 谢谢你今天送我 别客气 再见啊 拜拜 好好休息 好 谢谢